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如成于少子化冲击国内高等教育 也让许多私立大学不敢投资硬体设备 然而位在关度逐围的城市科技大学 却逆转操作,金资超过9亿元 信件学生宿舍及习食局馆 而经硬体工程接近完工 今天也举办了热闹的上凉仪式 到底为什么敢在这种环境中有敢投资呢 透过新闻来带您了解 首拿清香诚心祭拜 城市科技大学今天上午为学校的新大楼 举办了热闹的上凉仪式 而在面对少子化的威胁 许多私立大学都不敢投资硬体设备 但城市科大确逆势操作大举投资 次之久亿来新建全新的大楼 预计要打造1180个床位的宿舍 加上实习餐厅旅馆 希望给学生最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学校我觉得有义务为这些学生来提供一个住的很私宿的一个地方给他们来居住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应该要为学生来盖一个宿舍 也刚好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这个省私检用啊 也有一点兼贿 所以我们就盖了这一栋 而在商量仪式中对于校方大胆投资 特地前来管理的前副总统肖万长也特别引用丘吉尔的名言 成功者要在威胁中看到机会来勉励学校 表示虽然国内少子化问题严重 但学校肯这样投资 将来势必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前来就学 我很喜欢邱吉尔的一句话 他说 乐观的人 是在一个威胁的环境中 看到机会 来找上机会 因此我认为 只有对自己的团队生计信心 而且对办学充满热情 而且了解整体的教育产业的发展趋势的 这种掌舵者 还愿意在这时刻 投资这么庞大的教育资源 在学生的声唱 城市科大表示 除了学生宿舍之外 目前规划的实习旅馆 共有七到九间客房 给观光系 旅馆学程 餐饮系及烘焙学程 等相关科系学生可以进行训练的教学场地 希望能够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实物基础 借此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导